马亚古文明里面发现的水晶头颅 真的能够治病 真的能够看见未来 所有的水晶头颅 如果排列起来 是否就可以通往太空之门呢 社长 我们知道刚才华干 有特别提到一本马亚的圣经 就叫泼泼五经 泼泼五经其实有几部分有找到 那现在在德国的一个克雷斯顿博物馆 克雷斯顿博物馆 有39页的泼泼五经的一个研稿 手抄本 西班牙也有 法国也有 总共有三部分 那这个泼泼五经的那个手稿里面 其实翻译出来 有确实提到水晶骷髅 我那边有整本的水晶骷髅研究 真的有提到水晶骷髅 提到这个 那现在问题就是13颗水晶头颅 刚才有讲到 米切尔在1924的时候探险 到贝里斯探险有找到 找到以后找到几颗 法国的英国大英博物馆 刚才找到三颗 那问题这三颗 现在很多科学家去求证 到底是真的假的 那其实当时在米切尔1924 探险回来以后 有一个传记作家 传记作家叫盖文 他去访问过 去采访过他 那采访过他 当时一直问说 这个水晶头颅 到底怎么来的 那米切尔当时一直不讲 他说他的原因是说 因为他曾经告诉过几个人 有关水晶头颅 发现的一些过程 那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 他有一个神秘的一个诅咒 听到的人到后来都 莫名其妙就死掉了 所以他不讲 所以他不讲 他是这么讲 米切尔告诉他是这么讲 所以他不能说 对 但是这件事情就一个 很奇怪的情况是 米切尔当时在 贝里斯1924探险回来 以后也写了一本探险日记 但后来很多人去查 查他这个探险日记里面 他提到这个水晶头颅的 只有一行字而已 只有一行字 所以探险日记就是现在 我们触控上面出来的这一本吗 对 所以他里面并没有 很深入的一个描述 那包括当时里面 最可疑的一点是安娜 刚才讲说 那个安娜他那个养女 看到那个凤心里面 有光线出来了 活领活线 结果是真的吗 其实他探险日记里面 并没有提到安娜 有水晶的记录 安娜没有水晶 表示是说安娜 可能是编造出来了 所以有很多人在主张说 这个头颅 他的来源就变成一个谜 你谜的话就要开始追踪 就要追踪 那到底这些头颅 头颅怎么来了 那当时后来有人 从那个里面去追踪 去追踪 追踪到后来是谁 那个米切尔这个探险者 他是在193年的时候 从舒福比拍卖场 买下来了一个水晶头颅 那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水晶头颅 他变是赝品 是假的 是假的 那假的当然不可能 有像玛雅婆婆五金里面 那种所谓神秘的 自并能量 也就是说这个水晶头颅 可能不是真的玛雅水晶头颅 而是从拍卖会场买下来的 也就是说玛雅圣经里面 记载的13颗水晶头颅 是确实有这样的记载 但这个米切尔发现了 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13颗就被存疑 所以那后来就有人 就开始用 现在比较科学的方式去研究 研究发掘在这个 他们所拥有的这个头颅 这个水晶头颅 在佐游部这边有一个很小的 红黑色的一个斑点 那用现在的科学去了解 扫描 电子扫描 扫描 这个红黑色斑点 它其实是一种碳化系 那这种碳化系 在现在科学研究里面 它是在一种饮食打磨的时候 高速打磨的时候 从残留下来的痕迹 等一下 你说高速打磨 那意味着就是 现代的人去做的吗 现代的技术制造的 以前没办法做高速打磨 以前没办法 以前没办法 所以他用这种高速打磨的技术 才会留下这样的一个痕迹 那另外就是说 后来研究他的眼睛 跟他的鼻子 他里面有很轻微的那种 所谓现代那种砂轮 高速砂轮转动 去磨的 去钻的一个痕迹 你说有抛光的痕迹 对 打磨的这种痕迹 那所以 他们讲说 这一颗应该不是所谓 玛雅破破五菌里面所谓记载的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后来其实在二零零七年 安娜过世 过世以后 他的先生 有把这一颗拿去鉴定 那鉴定的就跟我们刚才讲了 完全是一样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这个又牵涉一个 到底 那大英博物馆 英国大英博物馆 是一个收藏 全世界古物最知名的一个地方 是还有一颗 所以大英博物馆就很紧张 也很生气 说这个是假的 那我这一颗呢 所以大英博物馆 也出来鉴定 后来证明 大英博物馆 这个也是假的 但这一颗 头颅 水晶头颅会比刚才讲的 另外这一颗要早 刚才讲是1930买的 那大英博物馆 这个是以前跨国的一个古董商 他请人家制作 制作出来以后 卖给Tiffin Tiffin再卖给大英 再卖给多 送给大英博物馆 所以大英博物馆 一直以为这一颗是真的 但这一颗其实年代更早一点 大概18多少年 所以现在证明几颗 目前所发现的头颅 基本上是 都假的 是假的 但是我要特别强调是 玛雅 波波武精 它里面记载很多神秘现象 我们以前以后可以有时间再讲 波波武精的神秘现象 它很多 不是我们现在手人理解 它确实印证的 确实有那些事情 那如果这样 它证明13颗头颅 应该是会有 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而已 所以目前我们只能推翻说 现在看到的是假的 但波波武精记载13颗头颅 有可能是真的 波波武精记载的13颗头颅 有可能是真的 也有可能还在玛雅那地底下 那昨天我们有提到 东莞现在呢 大陆的中央开始进行扫黄的动作了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东莞的对策是什么呢 逃窜计划大启动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